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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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伯母的身体还有点残疾 他的腿走路不利索 伯母由于身体不太好 就只要了堂哥一个孩子 他们家收入虽然不多 可是由于家里孩子少负担就轻一些 那年李庆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 就是莫名其妙的发烧 还咳嗽 让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打针一直不见好 李庆的父亲起步来床 母亲天天掉眼泪 就觉得肯定是得了不治之症了 母亲曾经张口找李庆的叔叔家借钱治病 他说明来意的时候 李庆的婶子直接说 嫂子 你要是想借钱的话 就算了吧 我们家没有钱 一分都没有 你们供李庆读书有钱 治病就没钱了吗 谁信啊 李庆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比沈子家的堂弟要好多了 因为这一点沈子经常嫉妒李庆 母亲眼圈发红出来了 那天伯母来到了李庆家里串门 他这才知道李庆的父亲生病了 他着急地说 哎呀 大兄弟 怪不得好长时间不见你了 你得病了 可不能天天在家里熬着呀 要是熬出大事了怎么办 母亲说 嫂子呀 实不相瞒 不怕你笑话 家里哪有钱给他治病啊 两个孩子都读书 李庆正上高中花钱更多 实在是没钱啊 我也没有借到钱 伯母着急说 孩子读书要紧 可是大人治病更要紧啊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大人没个好身体 怎么挣钱供孩子读书啊 伯母回家了 不一会儿他又返回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卷 伯母打开手卷 里边是一大卷钱 他递给母亲说 你拿着吧 这些日子我家里卖了三头大肥猪 老头子又天天赶急 卖了零钱就换成一张整的 天长日久也存了一点 我们家花钱的事少 你先拿去治病药借 母亲接过这些钱 她的眼泪哗哗而下 患难才见真情啊 真是生得尽不如走得尽 母亲去找李庆的叔叔家求情借钱 一分都借不到 还被他们奚落了一顿 而伯母知道了以后 主动把钱送了过来 人和人的差距太大了 李庆的父亲拿着伯母给的钱 他去了县里的医院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 村里人生的便一般都是主点药就行了 或者找吃脚医生看看 很少有去县医院看病的 其实李庆的父亲 夺的也不是什么大病 就是肺炎 只不过在家耽搁的时间长了 李庆的父亲在县医院里 住了十几天就康复了 还没等把伯母家的钱还完 李庆又考上了大学 父亲又喜又悠 喜的是李庆考上大学 在村里时投一个本科生 终于给他们家扬眉吐气了 悠的是 家里哪有钱给他交学费啊 一个暑假 李庆跟着建筑队去县城干活 可是才挣了几百块钱 远远不够学费 眼瞅着开学的日子 一天进气去一天了 一家人愁眉苦脸 那天 李庆扛着锄头 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 遇到了伯母 伯母腿脚不好 他骑着三轮车 车头子里是一堆青草 拿回家喂羊的 伯母家养了好几只羊 李庆一看 连忙把锄头放在三轮车上 让伯母坐上三轮车 他登车把伯母送回家 伯母感动地说 俺李庆就是心眼好事 还帮我登三轮车 到家后 伯母问李庆 侄子呀 到哪天开雪呀 我算计着你应该快开雪了 家里我淹了一缸咸鸭蛋 我打算煮上一些 让你带到学校里吃的 说着 伯母从兜里掏出了一小卷钱 递给李庆说 钱不多 这是二百块钱 你先拿着 在路上买点东西的 穷家富路嘛 李庆连忙往后缩 说 伯母 我这个大学还不知道怎么上呢 学费不够 我去干建筑挣了几百块钱 可是家里也没有钱给我添上 我很可能不去上学了 伯母一听就急了 额头上竟然渗出了汗珠 他说 你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考上大学 怎么不上呢 你父母就是杂锅卖铁 也得供你读大学啊 我家里堂哥就是没出息 他要是能考上大学的话我 我就是把这几间老房子卖了 也得让他读书 到了下午 李庆从地里回去 正在家里洗手的时候 伯父和伯母都来了 伯母掏出了两千块钱 放在了李庆家低矮的木头桌子上 他说 我回去之后和你大伯说了一下 我说李庆上大学没有钱 可能没法去上了 你大伯一听也急了 他说这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个学 怎么能因为没有钱不去上呢 那不得后悔一辈子呀 我们这些年就存了这两千块钱 我让你大伯去银行提出来了 别耽误孩子上学 李庆热泪盈眶 他当时第一个念头 就是终于有学上了 母亲握着伯母的手 气不成声 他说 嫂子呀 这些年你一次一次地帮我们 李庆爹治病 借你家的钱还没有还清呢 你又给孩子送钱来上学了 你的大恩大德 我们家三辈子也报不完啊 母亲叫过来李庆说 儿子啊 你也看到了 你大伯和伯母也不是有大钱的人 他们好不容易存了这两千块钱 都给你送来当学费 你参加工作有出现了之后 可不能忘了你大伯和伯母呀 你对待我们怎么样 就得对大伯和伯母怎么样 李庆眼含热泪 使劲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自己是有良心的人 会知恩图报的 李庆读大学以后 经常出去勤工建学 他去刷过盘子 去学校附近的建筑工地打过工 他很聪明 虽然一直打工 可是学习成绩很好 每年都能拿奖学金 大学四年 李庆没有找家里要一分钱 而且他还攒着奖学金 把欠伯母家的那两千块钱都还上了 虽然把钱还给了伯母家 但是李庆觉得伯母的恩情这辈子是还不完的 每次寒暑假回家的时候 李庆在家坐一会儿 马上就拿着从省城带回的礼物 去伯母家坐坐 看到李庆来了 伯母总是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 然后赶紧去厨房里炒几个菜 让李庆在那里吃顿饭 有时伯母会让伯父赶紧带一只鸡 收拾好顿上给李庆吃 李庆的妻子是省城的姑娘 结婚的时候 他们回村按照农村的风俗举办的婚礼 在酒席上 李庆把伯父和伯母 让到了贵宾的位置 李庆和妻子恭恭敬敬地 给伯父和伯母敬了三杯酒 李庆说 伯父伯母 如果当初你们不帮我交学费的话 就没有我李庆的今天 这辈子我都忘不了你们 看到李庆和妻子行大礼 伯母受宠若惊 他说 侄子呀 说实话 在这个村子里 我帮的人也不少 可是只有你这样一直记得 只能说是咱们好人遇到了好人吧 好人才有好报啊 在李庆的心目中 除了父母家人 最亲的人就是伯父和伯母了 那天 李庆正在上班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老家的堂哥打来的 堂哥问李庆 省医院里是否有熟悉的人 李庆一愣 忙问堂哥谁生病了 堂哥说 兄弟啊 我母亲病了 在县医院住院快一个月了 就是浑身疼痛 也没查出什么毛毛病 最近这几天突然都不会走路了 医生建议转院 找个明白医生看看 李庆一听伯母病了 非常着急 虽然他不认识医院的医生 可是他一口硬撑着 让堂哥赶紧带伯母来省城 回到家里之后 李庆就和妻子说了伯母来看病的事 李庆边说边把家里的次卧收拾了出来 儿子在学校住校很少回来 这个卧室平时是儿子住的 李庆告诉妻子 伯母对他恩重如山的 这个忙他逮帮 以前李庆只是简单告诉过妻子 他读大学时借了伯母的钱 一些具体的细节从来没有告诉他 这时 李庆详细对妻子说了一切 从小伯母就心疼他 父亲生病时多哭了伯母帮忙出钱治病 尤其是李庆读大学时 要是没有伯母给的学费 他现在会在家里种地的 李庆说得很动情 他眼圈通红 妻子也非常感动 他马上联系了几个亲戚朋友 请他们帮忙打听到了一个医生 第二天 唐哥带着伯母来以后 李庆请了年假 马上就带他们去了医院 可是由于床位紧张 根本住不上院 伯母和唐哥住进了李庆家里 白天的时候 他就带着伯母去看病 李庆家住在三楼 是不踢 下楼的时候 李庆和唐哥就轮流背着伯母 邻居们还以为是李庆的母亲生病了呢 伯母在医院梳完夜之后 就回李庆家休息 李庆去菜市场买来鸡鸭鱼肉等丰盛的食品 做饭给伯母和唐哥吃 伯母总嫌他花钱多 说吃个家常便饭就行了 天天吃这么好那还了得 李庆就告诉伯母 在省城肉类特别便宜呢 因为这里人多 省家薄利多消嘛 伯母就信以为真 其实省城的物价根本不便宜 李庆是故意这样说的 要不伯母能舍得吃吗 伯母身体虚弱 李庆去买回来半斤海参 每天让伯母吃两个 伯母不认识海参 说这东西又滑又嫩 怪好吃 这半斤海参就花了近两千块钱 李庆根本不敢让伯母知道 由于李庆照顾的特别周到 伯母的脸色渐渐好看多了 毕竟省城大医院的条件好 医生水平高 伯母在这里治病十天以后 效果就比较好了 病情有了很大好转 医生说过一段时间再来复查就行了 伯母临走的时候 李庆去商场里给买了好多营养品带回去 伯母和堂哥的高铁票 也是他给买的 送走了伯母 李庆长长的说了一口气 说实话 这十天他真累得不轻 天天往医院跑 还得急着回来做饭 伯母走了以后 妻子开始打扫卫生 周末的时候孩子要回来住 妻子突然喊李庆过去 他拉开床头柜的抽屉 里面有一打钱 他数了一下 有一百元的 五十元的 还有快票 正好是八百二十五块钱 不用问 这是伯母给放下的 李庆拿到这些钱 忽然一阵心酸 尤其是看到这些快票 他知道伯母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了 他对妻子说 这几年伯母家里很紧张 我听咱爹说 大伯去年生了一场病 在县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花钱不少 这次伯母来省城医院 又花了不少钱 他们家这么紧张 可是临走的时候 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了 伯母要是有钱人的话 这八百二十五块钱也无所谓 可是伯母家那么困难 他却把钱都留下了 妻子是心软的人 当他看到那些零钱的时候 眼睛湿了 妻子说 过些日子咱回老家看看爹娘吧 把这些钱给伯母家送回去吧 咱不要他的钱 他不容易 前些日子 李庆开车回了老家 正好家里收麦子 李庆帮着父母干了半天活 李庆去伯母家的时候 他们家锁着门 在卖场里找到了伯父和伯母 李庆把一卷钱用一个信封装起来 塞到了伯母的口袋里 他说 伯母 你太见外了吧 你怎么还给我留下钱呢 你要是把我当侄子的话 你就别给我钱 这些年你对我这么好 我想报答你 都没有机会呢 你来省城 我照顾你几天 还不是应该的吗 伯母说什么也不肯要钱 他说 我在你们家麻烦你不清 你给我们找医生 又让我们在你家吃住 还陪我们去医院 换做别人早就嫌麻烦 不耐烦了 李庆笑着说 伯母 你说到哪里去了 当年你一次一次地帮我们家 你怎么没有不耐烦呢 人心换人心 伯母 比起你对我们的好 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在李庆和妻子的反复劝说下 伯母才把钱装起来了 李庆这才放心了 其实这不是825块钱 李庆和妻子商量了一下 一共给了伯母5000块钱 帮帮伯母吧 低势之恩 当以永泉相报 好人才会有好报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